欢迎收看梦想街 我是七号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冠宜 又到了我们每个月 展示新车销售成绩单的时候了 后疫情时代 台湾的新车销售市场 是不是已经逐渐的回温了 我们看到其实在六月份 有一些品牌 有一些车款 表现可是相当的亮眼 今天我们也请节目中的专家达人 好好的帮大家来分析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哪个六月份 其实在销售的成绩单上面 非常的不错 因为一举突破了四万大关 而且可以说 其实不论是国产或进口 表现可是可圈可点 对不对 其实我们来看 2020年是一个非常诡局的一年 为什么呢 应该是从一月开始说 一月的时候正好有大选 一月大选又加上过年 其实大家都觉得是在 过年跟大选之后 二月性会有爆发性的成长 结果二月又遇到了 所谓的新冠肺炎 所以那时候又埋下一个炸弹 可是大家都知道 在新冠肺炎发生的 前期的时候 其实台湾没有那么的严重 而且那时候大家觉得说 我就不搭交通工具 不搭这个大宗的音速工具 所以买车的买器在二月 其实有达到一个非常好的高峰 但是呢 时过了大概四月五月发现 是全球疫情好像不是 非常的明朗的时候呢 你知道国外很多地方停产 对 零件供应有问题 加上国产车 甚至有一些车厂都采取 这个长时间 一个礼拜以上的这种停工 或者是轮休的这个状况 那在这个情况下 所以在四月五月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销售量 是非常的低迷 但是到了六月的时候 哇不得了了 这次是一举拉上了 大概四万多辆 单元卖了四万多辆 是什么概念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国产乘用车 跟进口车的比较的话 进口已经超越国产 这个去年都还在讲 这个死亡交叉 什么时候出现 其实2020年 其实态势已经非常的明显 但是呢 我一定要说到 我刚刚有提到说 四月跟五月的时候 因为疫情 国外零件 甚至台湾的停工 所以很多车型都压缩在 因为在三月四月 其实是国产车 大概在推新车的时候 对 都延后推出 所以在四月五月的时候 你会发现销售市场 真的比较低 有四月比较稍微低一点点 五月又再回问一些 对 但是六月这个爆发呢 你看哦 我们以挂牌数来说的话 其实跟去年相比的话 我们都是成长的 但是在成长 应该是说 我们再看看跟五月 五月已经稍微有点 好像起来了 对不对 但是六月不得了了 跟五月差距 大概3000多台 如果我们有均价 100万一台车来算的话 一天大概有一亿的 汽车消费的营业额出来 哇 所以你可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所以在六月的时候是一个大幅的成长 你说是大爆量 对 但是这一个部分呢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继续观察是在于说一些进口车 因为时程也到差不多是在2021年是即将在这一两个月 开始有新车要出来了 所以呢 其实在后半年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可以继续观察说在这个时候 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几个重要的数字 就是说进口车已经高于国产车的市场 那国产车呢 其实在今年有几个非常重量级的这个产品出来 那我们也希望说在这个产品推出之后啊 取得不错的成绩 可能这个比例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 不会很快的被这种进口车完全的压 碾压的那种数字出来 对 不过其实我们看到了六月份的整体的挂台数据上面来说的话 国产车市场呢 似乎是复苏的现象会比较明显一点点 我们就来看一下在到底呢 在这个国产车市场当中 排名前五大的品牌是不是都成长了许多呢 艾大 是的 冠宜 我们来看国产车前五大 大概就这五个品牌 也不用再多解释了 好像也很快会变 第二名 第三名跟上月比起来的话 它是有一个对调的状态 本来Nissan是在上个月是第二名的一个状态 那Honda呢 这个月呢就把Nissan给干掉 爬到了第二名 因为呢 我想这个有一些其中的原因 有什么原因 这等一下我再告诉你了 因为还有 有秘密在里面 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数字 乃哥刚刚讲了 比起去年好像很多都成长 对不对 事实上啊 这个六月份总体市场的四万量来讲是 今年2020年一月到六月 唯一一次突破四万辆销售大关的一个月 是 那当然呢 大家现在是很高兴 很开心啊 哇台湾车是复苏的啊 很多媒体都在写了这个说 车厂啊各方面的怎样景气回温 买气上升 销量大好啊 这个PLP啊 我是觉得没有必要这个样子 做媒体要有一点尊严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前五个月没有达标的数字都还没有回来的 即使是六月份爆量也急不回来 如果说你用Q2来看没达标 你用上半年来看他也没达标 很多车厂是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状况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能看单看单月的销售数字 古人说啊盖棺论定的 那我死了棺材盖下来之后 才能说我Eric这个人啊讲的话对还是错 那没关系 本来大家可以再有不同的立场的一个说法 你就期许下半 是 所以不过我们还是来分析一下这个数字 关于Toyota来说你看他市场率38.1% 吓死人啊 吓死人的数字啊 虽然他比去年比甚至是低的状态 Honda也比去年比低的状态 Nissan甚至还比去年成长 结果还被Honda干掉 为什么呢 因为他跟上月比起 他成长的幅度啊 多了Nissan有20个% 我记得啊前几年啊 Wish跟Enova 刚刚退出台湾市场的时候啊 Toyota要靠什么 Sienta来抢这个计程车 小黄商用车的市场对不对 那个时候Toyota遇到了什么 大危机 因为他说撤滑蛮不能够当那个小黄计程车 他遇到什么大危机 我们单就市占率来看就好 他掉到不到三成 甚至到26%28%那时候 那时候啊 Toyota遇到非常大的一个危机 我们知道Toyota是苏家跟黄这个 这个两家嘛 黄家两家四交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的市占率不好 这个可能在集团里是会有内斗的啊 哦也跟黄家有关系 当然其实现在 可是他的股票又重回700多块的高点嘛 可是前一阵他又跌到300块啊 我记得前年280几的时候 我就说可以买可以买啊 但一路300 400 500 600 上看700到了700 现在又现在回到700了 所以这个数字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 他在台湾车的市场里面 占有这么高的一个这个份额 其实是真的是真的是不得了啊 那再来如果我们又以上月比例来讲 成长最多的是福特 可是记得吗福特在 5月的时候停工了 是不是 对Focus的量也降出来 5月的时候停工 所以他6月份 有一些车子只能慢慢慢慢回温 对 不过福特这个月有新的重量级产品 出来推出 那他到底卖了多少台 卖个关子 等一下来解释 这也是为什么Honda一举啊 跳上第二名其中 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啊 因为啊 福特重量级的产品 就是指着 Honda 这个最重要的一个产品而来 目标就是拉下它 结果呢 Honda 在福特新推出的这个车的上市前 给你一个下马威 告诉你 你距离我啊 还有一倍以上的距离啊 想要拉下我 远都很啊 可是他还使出什么杀手剑啊 等一下我们来救这个 这个市场的时候 我再来告诉你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以国产品牌它败的这个市场份额 我们讲数字来说 啊 TOTA 占了6483辆 其他的品牌 哎你看 只有1000多辆而已 2000 2900的1700辆 1787辆 所以福特虽然成长40.8% 但是他的总量其实 并没有太多 因为Focus就是我跟你讲 受到5月份的产能的影响 所以其实有销量上的影响 不然他整个包含上月比 去年比 包含成长率跟市场率 应该都要往上攀升的 应该都要往上攀升 其实紧张一点的会是Mitsubishi 因为他只剩下商车在支撑 其他的乘用车剩下Cold Plus 还算是比较稳定的一个销售 Outlander Outlander 一个比较稳定的销售 但是他的数量其实非常的少 你看这里面画一半 都是商车 所以这个状况来说的话 国产五大品牌的名次 我认为 其实还有会有机会 能够去做变化 这是非常有趣的观察重点 没错 我们看到了国产的五大品牌 在6月份的表现之后 大家已经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 马上为大家带来的就是 在国产车市场里面 到底卖最好的前10台车 国产车品牌里面 这些车款到底贡献了哪一些 贡献了多少呢 郑杰 其实我们看6月的榜 你可以看得到 几乎都是老面孔 这些都不算是太特别 太让你惊讶的东西 是不是国产车市场的买家 会比较保守 本来车的总类就比较少 再加上怪异讲对了 我们对于熟悉的产品 我们会有更大的信赖度 对 然后它自然就会有更大的魅力 让我们想要拥有它 对 那但是刚刚那个乃哥有讲到 今年 应该说这个月6月份来讲的话 国产的总市场 它的成长幅度大约在3成左右 30几% 30%多 对 所以我觉得外行看热闹 我们看到 Otis卖了3000台 CRV1700台 看起来很厉害 但是这样并没有办法分析出 到底6月跟5月差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用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用 跟上个月比起来的成长幅度 我们来看这10台车 会比较清楚 虽然表上没有列出来 但是如果跟上个月比的话 简单的话 可以这10台车里面 有三组的人 跟上个月比 是成长幅度非常大的 第一个就是Honda Honda的两台休旅车 CRV跟HRV跟上个月比起来 都有了超过4成的成长率 对 刚才其实我们有看到 是的 非常的恐怖 那是因为他们上个月开始 促销的力道非常的强劲 对 他做了什么促销 像是 增长 零利率啊 保固啊 还有像是送东西啊 之类的这样的东西都有 对 那除此之外呢 刚刚艾大有帮我们介绍到福特 对 福特为什么比上次进步 上个月进步那么多 因为之前停工啊 对 而且再加上不止它停工 连很多的原料 很多的零件 都是外国进来的 国外也停工 所以导致 加上这两台车又新 又有话题性 所以当然 它们可以比上个月大量的成长 然后最后一台呢 则是Core Plus 这个车很有趣 这车其实 它的世代非常的老了 然后也不是什么很抢眼 很有魅力的车子 但为什么可以卖到这么好 甚至还赢过很多 比它新很多的车子呢 因为这台车一直在做促销 而且促销折价的幅度非常的大 几乎四字头就快要看得到这台车子了 等于是现在台湾能买到最便宜的车之一 对 所以表示低价车还是有它的市场 一定的 大家都觉得说 往配备看EDAS 越来越多的系统 享乐配备什么 其实还是有一大群的人 需要的就是一台便宜实用的车 而且其实有人讲说 现在后疫情时代 很多人对于未来不确定性 因此他们希望能够把资金放在手上 缩减消费嘛 对 但是我想买一台车 也许我就买一台代步车就好 不一定要买到高端的车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看完以后 它跟上个月比 大概就是我刚刚讲那样子 但是它如果跟去年同期 也就是去年六月比的 那更有趣 其实大部分的车 表现跟去年都差异不大 唯一差比较大的 一个是Sienta 一个是Coplus Coplus刚刚才讲完 因为它就降价嘛 它就便宜 大家就去买 然后加上冠宜刚刚讲的 大家想要保守 保守 紧缩消费 嗯 Sienta的部分呢 我觉得应该是终于有 慢慢慢慢 它经过发酵 慢慢大家都知道 都熟悉这个车子以后呢 知道小的七人座 其实是很适合 台湾市场使用的车子 是 所以它逐渐 你有没有觉得从它上市到现在 它的销售量是有点倒汁甘蔗 真的 是越来越好的 一开始大家嫌它丑 嫌它怪 但是现在大家就发现 这个车其实又便宜又好用 加上一个小改款之后 其实它的促销力道真的有往上 是啊 产品力也提升 没错 所以我们大概看到六月的十台 前十名的车子 国产车呢 就大概是这个局势 好 当然我们刚才看完了 总体的国产车市场的表现之后 六月份我们来关注一下 进口车的市场 刚才我们有讲到了 国产车市场其实在六月份 成长的幅度还蛮大的 当然进口车也不遑多让 尤其是有一个品牌真的是挂了 双涡轮的在推进 对不对 川阳哥 没错 我们刚才 刚才我们有分析到进口车 已经来到50.2了 没错 那其实贡献到进口车 有超越国产车这样的市占率 最主要还是在Toyota Toyota不仅在国产车表现非常优越以外 其实你看它在进口车也非常的亮 你看28.7的市占率 你高于第二名第三名 它几乎都是一倍以上的一个占有率 没错 那以Toyota来看28.7 当然还是相对它的神车 还是RAV4贡献的非常非常多 那个相当相当的惊人 所以它相较于上月比的话 它也大概成长了将近50% 好多 将近成长50% 比去年比也成长了大概 也将近45%左右 那我们来看第二名的Lazos Lazos它很厉害的地方是 就是它所有的休旅车系列 都是榜上有名 像从小的UX 到中型的NX 到大型的RX 全部都是榜上有名 尤其NX也是还蛮厉害的 所以让Lazos又再次的打败Benz 这样 要居第二名 那当然相对相跃比 跟去年比都大幅的成长 我们看第三名的Benz Benz 从今年开始 它当然我觉得 Benz它打的是一个车海的战术 它的车系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从ABC到一直很多 那但是问题是 我觉得当然疫情的关系 然后欧洲他们也都是受影响的 那 所以到上半年来看一下 我觉得Benz它的整个销量 除了C-Class 还有GL-C1 维持比较好的销售量 其实我觉得 在上半年 我觉得Benz的销售数 一直冲不上来 一直冲不上来 没有什么很好的表现 那这个留在我们下半年的观察 因为它新的比如说GL-A GL-B都相继上市了 而且之前GL-E也是照不出量 对 所以我们看下半年 值得是一个观察 那我们看第四名的B&W B&W我觉得 还蛮算是表现 一直慢慢稳定的成长 虽然它跟第三名的双B 琴姐跟Benz 它有差了一个 差了不少的差距 但是我觉得你看 它相较于去 上个月比跟去年比 它也都是成长的 它都成长 对 它都成长 你看Benz它相较去年 它是下降的 那B&W它除了 我觉得它房车系 像三系列也很稳定 新的最主力的318 也即将要上市了 所以在房车 那它休旅车也是非常稳定 S1一直到S7 其实它的销量 尤其S3 中间S3 S4 S5 都还卖得算是不错的 是主力车的 好 我们来看第五名的Mazda Mazda算是 这个月真的表现得相当亮 你看 它相较于上个月比起来 它成长最多53.3% 令人惊讶 为什么呢 你看 其实Mazda从上开始 它也是大量的促销了 它有个自选专案 就让你自己自由配 什么高额零利率 低头款 低月付 保险 对 都可以 所以它也 它也赶快出招了 真的 对 所以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Mazda这个品牌 还是受到消费者喜欢 只要它有一定的一个促销的力道 它还可以把它的消费者激发出来 进场去购买这个Mazda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 这刚才是销售数字的一个市占率 我们看一下这个实际的数字 进口品牌 你看从这个长条品来看 你看 一支足够还是Toyota 对 那Toyota为什么5000多部 你看我刚才讲的是 除了是ROV或贡献的 大概3900部以外 你看它像量销型的 比较长期量销型的 像CHR Aurys 然后Camry 然后今年比较 这个月比较特别的是 它Prius C交了蛮多的 应该也有促销 对 不是不是 Prius C是因为它Iran要用的 它Iran 哦 原来是ROD 所以也挂了牌 对 也挂了牌 所以因为它暑假要冲 Iran的一个租车场 所以它在让全市 你看它近战的全台的六大都市 所以在6月份它Iran交了很多车 真的 因为之前我要租Prius C 全台大概只有两三台 还不知道在哪一个县市 所以它现在挂牌 我觉得的确是好的 对 是 所以你看它造就了 你看它5285部 你看这样的长条型 几乎是第二名跟第三名的总和 真的 对 那Lessert我们刚才讲过 它最主要的三大制度 就是它的休旅车 对 那Benz呢 一样因为它是车海战术 所以还是能够维持一定的一个销售数字 那像Mazda挤到第五名来 上个月是VW 那刚好它们这个月 刚好那个名次是兑换的 所以Mazda占上1412部 对 哇 所以我们看到了进口品牌呢 这五大品牌当中的 每一个品牌的挂牌数据 我们就要来细分一下 究竟在进口品牌里面的 前十大卖最好的车款呢 刚才有说第一名应该就是Toyota了 可是Mazda的这个品牌里面 哪些车款贡献不少呢 其实我跟你讲 真正让Toyota上脑筋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Artist是单一车总 销售19年连续的冠军 但是你看它的数字 3891台 就跟昆程讲了将近3900台 然后Artist多少 3000台出头 所以直接快要多了快900多台的这个数量 而且乃哥你记不记得 在2020年1月份的时候 其实Toyota RAV4卖了超过4000台 这还是第二高而已 对 所以它只是怎样子 因为它的进口车 它可以控制它进口的数量 尤其疫情它就说 国外的Hybrid的系统真的买不到电池 所以我们现在教一般的这种自然进气版本 这时候会影响到它的数字 有影响到没有 为什么94万5 就有一台进口的休旅车 看起来它CP值就高 所以它本来它的产品线 就是很强的一个竞争性的产品 所以我觉得它现在头大的是说 我要不要保有这个Artist单一车总 连续20年的这一个记录 看来就差这么一年 可能很难了啦 既然看起来就是这样子 这个进口车实在太厉害了 也就是荷泰在它的售价跟产品上 做了很大的努力 但是这实名之中 我觉得有几个东西可以切开来看 刚刚讲到数字要提升 大部分是为了要促销 促销我们来看谁促销很厉害 我跟你讲 其实NASUS NX跟RX 这两部还有UX 这三部修旅车 其实他们有做很大的促销 他们促销是怎么促销呢 第一 车价先降 你进了展示间先降 第二 它可能让你大概准备30万 你可以选择100万的这种零利率 而且长期40期以上的 你一个月大概 一两万块的这一个车贷 所以它在这三台修旅车上 有取得很大的原因 是在于说它推出一个这一个 就是车价我也给你 你进门我就先给你砍个几万块 是有感的 然后再加上我有高额的零利率 让你买车的时候没有什么负担 所以这三台修旅车 在LASUS上面贡献很大 再来我们看Mazda Mazda贡献CSY 我跟你讲CSY跟Mazda3 分别在第4名跟第10名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刚刚昆程讲他有做一些自由选配的 这一个所谓的购车优惠 但是他跟LASUS不一样是什么 他在车架上不让步 所以这几台车的 这个所谓促销方案来说的话 我可以说Mazda比较硬 他比较硬 但是他的销售量为什么会那么高 Mazda其实你注意看 他每年的整个销售的曲线度 应该是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对 因为他都是 我就积单积到一段时间的时候 我在搭辆一次进口进来的时候 我在交车 所以在6月份的时候 他正好是一个交车的高峰 第二 他在车架上 并没有做很多的让步 以所有进口车来说 他的折价空间很少 但是我也觉得说 为什么他敢这样做 因为Mazda对于他的客户 他认为你会选择我Mazda的 应该不会在乎这个 你应该是在乎我的 不管外型 内装 还是性能 还是品牌 他想要把它做成高级品牌 他这种做法其实 我觉得也应该是正确的 你不要在价格上乱做乱步 但是刚刚有说到 Volkswagen从 如果整体的名次的话 低于Mazda是掉下来 当然跟Mazda进口的数量有关 再来的话就是促销 那Tiguan这一台车 在进口车挂牌数进到了第5名 但Tiguan做的促销是非常大 他做的促销是非常大 但是他的数字可以看起来的话 其实他已经是低于500台了 在进口车上面 所以我觉得他是比较可惜 是说Volkswagen目前今年来说 很多新车还没有上 他只能靠一些比较旧的车型 来做一些稳定的销售 稳定的销售 所以我觉得福斯要再站上 所谓前五大 还是很有机会 只要他新车出来 那我们这就讲完 那讲到宾市 刚刚讲完这个GLC有贸易商的支持 加分 C-Class 那C-Class C-Class是 已经被挤到第7名去了 第7名 但是他不要忘记 他是宾市房车中 我们都说高级房车 房车市长只剩下高级进口 是 德国 大概就只剩这样 那C-Class是宾市所有的车型中 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中间车款 所以这个反应的数字是非常正确的 但是我们来看看E-Class 为什么他可以站上前10名 E-Class其实是他的高阶 高阶的主管用车 他今年才发布小改款 那通常他有一个所谓的新车效应 因为这个车 毕竟贸易商可能手脚还没有那么快 其他特别型号 所以他做了什么 他做促销 一台车200多万的车 大概会有接近快9折的 这个优惠 那很有感 跟我们的荷包有感 新车你做这样子的优惠的话 我觉得他是对于这台车是说 这个是我的一个指标 我不想放弃 C-Class我可以让他自己卖 因为很多家庭很多年轻人 都喜欢这台车 但是我E-Class不行 所以E-Class是比C-Class来的促销力道 在上个月的时候是大很多 C-Class反而没有那么高的促销 那大概整个前10名的进口车 就是这样子 因为促销 但是方法不同 而且其实我们看到 进口车的前10名 有7台车都是休旅车 对 没错 剩下3台是房车 所以这个也代表说 台湾的市场就是往这边走 所以谁出休旅车 谁就可以拿天下 真的 现在如果各车厂没有出休旅车的话 我看车可能就卖不动了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 不论是在进口跟国产的排名上面 Toyota真的都是一枝独秀 那到底在Toyota这个品牌下面 各个品牌的车 各个车款它到底贡献了哪一些挂牌数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整理出来了 我们分成国产的Toyota来看 跟进口的Toyota各自 我们先看的是国产的部分 看起来当然很棒啊 有没有看到像奥迪斯跟上个月比起来 多出16.6%的成长 Sienta 28.3% Yaris 29.6% VILS 33.3% 都很厉害嘛对不对 但就像我刚刚讲的 其实你要对比的 还要跟去年上个月来对比 才会比较公平 对 我们可以看到 跟上个月比起来 都成长很大 国产的Toyota 应该平均起来要成长 大概22.9%左右 就是两三成 这是合理的范围 我们看国产 谁做到谁没做到 Sienta Yaris VILS 其实都做到了 但奥迪斯做不到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要 如果我是核泰 我应该要感到有点紧张 甚至我如果是国锐 我会更紧张 为什么 因为表示 虽然这个月 Toyota还是卖得很好 但是表示它不是出在 以前的主力奥迪斯上面 是出在等一下我们要讲的 RAPOL上面 等于 开始紧张了 对 因为其实RAPOL一台最入门 大概90左右 8 90 100 就开始看得到了 一台奥迪斯 如果是Hybrid的话也要80万 其实那个价差是有限的 现在又流行 刚刚乃哥讲 没有休旅车就没办法打天下了 然后你走进展示界 你想像我们是一般的消费者走进去 然后本来要看奥迪斯 就发现那个更大 价差差不多 又差不多 差一点点 然后又是进口的 各方面算起来好像 对 反正贷款下去 10万 20万 无感 没错 差一点点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在国产的 Torota部分 你应该要拿来作为警讯 我另外提供一个数据也很有趣 我们都知道 奥迪斯已经连续十几年 快20年都是台湾市场单英车款 来销售冠军 但是到现在为止 过了半年 奥迪斯只卖了全年累计 一万五千多台 但是RAFO已经累计到一万七千多台 也就是说今年的上半 RAFO是卖的比奥迪斯好的 如果下半年没有特别的操作 或者没有特别的改变的话 情势没有变的话 很可能今年的单一车总 销售冠军会溢足 这是20年来首见 这其实是非常 算是震惊的事情 可是这也顺着世界潮流走 是 没错 只是我就讲了 毕竟大家都在讲说 国产车厂要养活很多员工 要什么东西 所以在核台的部分 或者在国内部分 我觉得他们必须要好好的掌握一下 真的 从这个故事呢 我们就衍生到进口的部分 进口刚刚讲了 英雄当然是RAFO 3891台 这个什么数字 这简直吓死人了 很多品牌 整个品牌加起来都不到3800 一整年的质牌数 所以它在上月比多了78.7% 这好夸张 对 成长了将近四分之三出来 然后刚刚 那个昆臣哥有讲到 Prius C的原因 这个其实是Iron的原因 对 所以这个200多发多了两倍多 这个其实还好啦 因为这个不是常态 那我现在赶快去租一下 因为那是新的 可以啊 如果没开过 或者有些朋友 如果说没开过油电车 想知道油电车开起来什么感觉 去租这个 而且暑假到了 对 如果说你要是要全程跑偷偷 我觉得Prius 是啊 又划算 还不用耗自己的钱 耗自己太多的资源嘛 对不对 对于后面的CHR跟Auris呢 我们会看到它的成长 就比较可惜一点 因为我刚刚讲过 要跟上个月比 或者跟去年比来讲 其实CHR跟Auris 毕竟它的产品新鲜度 稍微有一点点退烧 然后加上最重要的就是 台湾的购车主要 还是以家庭需求为主 真的 CHR跟Auris 它比较属于个人用车 所以它们的量 没有办法太漂亮 但是其实也不错啦 两三百台算是不错的 而且Toyota真的恐怖的地方 是在于 我们只看到这四台 其实下面还有一狗票 Camry也是两百多台的 甚至我讲一个夸张的 Hilax一台Pickup 它都有143台 然后连Supra都有24台 Supra这种车子 可以卖到24台 它买一个月吗24台 是啊 是啊 所以还有加上像什么Alpha 一大堆它们还一大堆 进口很厉害的车子在那边 所以我觉得这样继续操作下去 很可能在接下来两三年内 你会慢慢看到 连Toyota都会进口胜过国产 这个可能是趋势 然后要怎么因应 这也是考验车厂的智慧 GLE现在的促销力道 其实也很大 随便折四十几万 乃哥说NASUS促销 随便也有几万块的折价 错 不然你买RX吧 如果没有打85折 三十几万的这个折价 来找我 我帮你买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 台湾人最爱的双B品牌啦 那我们来看一下 冰市的部分 天啊艾大 这个GLE怎么回事啊 它怎么成长这么多啊 没关系要先打他们脸 为什么 Toyota LASUS 为什么卖这么好 我告诉你 我跟你讲 全球Toyota LASUS都在下滑 因为疫情 那产能要给谁 当然给台湾啊 台湾人有钱订单一把抓啊 台湾人的防疫也做得好 防疫做得好 那为什么我再跟你讲 那车子只好赶快往台湾塞嘛 反正台湾缺车嘛 如果这个时候 你怎么跟日本谈判 有时候会有硬的量啊 那你要给我优惠啊 你要降价啊 所以降价的幅度反映给消费者 消费者受惠 所以才能够卖那么多的车啊 你看Rofo那成长七十几% 那个疯了 那不是一个正常常态的数字啊 可是这个也成长154% 对很恐怖啊 这个我等一下告诉你 所以以那样的状况来说 就要看全球疫情的整个状况如何 Rofo很可能会超过Artist 但也可能因为疫情一缩下来之后 Rofo就要掉下来了 所以I-Line的意思是说 如果疫情持续在全球延烧的话 其实是对于Toyota是有帮助的 对于台湾和泰有帮助 因为台湾人还在买车嘛 台湾人跟国外消费习性不太一样 这个是有差距的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双B车型啊 其实上个月我们也做了这样的比较 就是双B最中间的CES车型 以及最热门的休旅车型的GLC GLE 对上了357跟X3 X3跟X5 对不对 好 我们先来看总挂牌数量 賓士挂2261台 B&W总挂牌数量是1628牌 那对于上个月而言 两个品牌都是成长的一个状况 可是啊你要看看去年相比的状况下 B&W是成长的 賓士是一个下跌的状况 其实我一直常在讲说这个 呃 B&W啊未来啊 他可能会有一个不错的销售 往上上升 包含那三系列我也讲 你看看哎214台 虽然跟上C-Class他同级队友 457台还是不能比啦 可是呢C-Class走到产品末期 他的挂牌数量在往下摔退 B&W反而是最新的车子在上面跑啊 一路往上走啊 最贵的330 后来出了320 销售往上升对不对 现在318要来了耶 对 是不是而且318给的佩佩 你说很赞哦 200万内哦 有机会哦 所以你认为这个数字他还会再充 会 我跟你讲保证一定会啊 那让E-Class 像刚刚乃哥讲 马上小改款要推出了 所以现在是一个入手 E-Class非常好的时间点 这个消费者都很聪明啊 我现在买E-Class 所谓的这种什么典藏版啊 纪念版 各式各样的版啊 然后呢配备最好的状况之下 宾市相对品质来说 也各方面来说比较稳定 当然会吸引这个保守型的买家 在这个时候去购买E-Class 那相对而言5系列其实 虽然他最近也出了很多的 这个测试的这个版本 什么白金版各方面版 但是他的这个销售数量 还是稍稍的有点下跌 来我们看到这个大七跟S 哇这个旗舰型的豪华房车 BMW大七在上个月有没有 这打脸S打到开心的咧 结果现在掉下来了 怎么会这样是不是 掉下来是不是 反而S 持续稳定的往上走 这个其实跟买E-Class 那个逻辑概念其实有点像 因为大改款要来了 大改款要来了 有一些人呢 那我就保守的消 保守型的消费 我买现行款的S-Class 因为反而开出去 一样都冰式嘛 对 因为买这种车的人两种 第一种我一出去就告诉你 我的最新的啦 第二种是 不要让人家知道它这么的高调 但是事实上时间点到了 时间点对了他也买得起 他在这个时候选择S-Class 是一个比较聪明的购买行为 好 那再来看到其他你看看 这个X3 X5 GLC GLE 的数量 我现在回答冠宜刚刚问我 GLE为什么成长154%的问题 对 总共也才多少 282台 然后成长154% 那他 那你回退回来 你看他前面有多惨 其实不是前面惨啦 因为前面其实 第一个受到中美贸易战 第二个受到疫情的影响 其实GLE GLC 这个车在哪里生产 在美国生产 而且GLE相对而言 它是非常非常新的产品 大家都在等车订车 都在下这个习货单 order我要勾配备 曾经一度啊 台湾宾室是 锁单的状况 告诉下面经销商 GLE不接 为什么 因为他没办法生产 成本的问题 中美贸易战啊 疫情啊 他车子也交不出来 没有办法给你车你知道吗 现在好不容易突破这个至爱 所以现在开始大量倒车 累积之前消化的 消化之前累积的订单 所以能够创造出非常好的一个车机 那我认为呢 他手上还有一些订车 还没开始在这个 还没开始交啊 所以慢慢慢慢交 不过我再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GLE现在的促销力道 其实也很大 因为我朋友生第二胎 才刚买一台GLE的这个350D啊 这个随便折啊四十几万啊 那你说当这个车价高了 我再讲这个乃哥说 Lasers促销走进去 随便也有几万块的折价 错 不然你买RX嘛 如果没有打85折啊 三十几万的这个折价 来找我 我帮你买 真的假的 对 Lasers这个折价现在 我就讲嘛 因为原厂如果倒车给他 他有没有谈判手把 你要给我优惠啊 你要给我低价啊 我就把价格下凶 我定价不变 但是我底子看放的很多 现在提前在走打竞赛战 那他当然有好的成绩 会展现出来哦 嗯 没错 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个 每个月的销售报告里面 可以看出许多的端倪存在哦 消费者如果真的要减便宜的话 也许透过我们节目的分析之后 你再知道说什么时候去入场 是最好的时机啦 我们刚才其实看到 在进口品牌里面呢 我们有讲到MASA呢 其实在六月份的表现 成长相当的显著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到底在品牌之下 哪一些车款呢 助攻了品牌的成长呢 昆仁哥 好 我们刚才讲说 MASA已经把上个月 从第六名 爬到第五名 把BW干掉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他为什么这个月 会有这样一个 比较销售数字 比较出色的一个挂牌数 我们看一下 其实他的全 他等于是全员总动员 你看我们这样 他从房车 全车系 全车系都有 从房车一直到 肩背车一直到 他的休旅车 每个人都有贡献 首先我们看MASA6 MASA你看 他成长最高113% MASA6 113.9 77步 这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一方面MASA6 他我们刚才说 整个MASA车系 他在做促销以外 有个灵活的促销专案以外 其实MASA这个品牌 我们看得出来 其实消费者 他还是有某一个程度的 一个忠实的 一个消费者的 一个喜爱的 一个品牌 你看MASA6 这种我们说这种 大中大型房车 已经很视为了 其实你看他的最高精度 当然除了Camry以外 你看像VW PASA已经推出我们 这样国内的一个市场 那你看Skoda Superb Superb他已经是 因为他也要面临 新的小改要进来 所以他现在目前是 没有什么挂牌当中 对还有Altima 所以Altima这个月是66部 它77部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觉得MASA车迷 可能就是碍于可能 maybe是车架 那刚才乃哥讲过 MASA他把价格定得很死 他没办法让你 可是我觉得这有好处 因为他就可以维持 二手市场的价格 没错 他不会掉太多 那当然这也有助于 把价格稳定 似乎在二手市场 而且在他的品牌 要往上走的定位 也是有帮助 所以我们看一下 以MASA来说这种 所谓的这种中大型房 这已经很市伪的一个市场 他只要一出 一出退 有一个促销 他还是有量出来 这个还算是还蛮 我觉得这个是蛮厉害的一个 一个数字 好 那我们看MASA三根 一个四门跟五门 其实你看他四门跟五门 很平均 很平均 对 那一样我觉得MASA给人家感觉 就是当然第一个 他的设计美学 然后内装的质感 而且这一次他又更加什么 更加的在内车舱的更竞速性 所以也是会激化他们 那我们看CX30也值得观察 CX30你看它是仅次于 我们刚才讲 他CX5这次已经进了排行榜 第四名 当然量非常非常的大 CS30某种程度也是等于 你看他跟MASA三的四门 四门跟五门整个加起来 其实你看他也大概六百多部 这样的一个segment 就是大概就是一百万上下这样的一个 一样一个 由一百万上下 由一个close over 跟三门的一个先辈 还有五门的先辈跟四门的房子 去巩固这样的市场 对 那CS30你看它也有八十部 本来CS30因为是CS30的进来 对 让CS30慢慢的被弱化掉 有 有被弱化掉 其实蛮明显的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总结 看MASA只要有一个促销 它的忠实的品牌的一些车土 就会被催化出来 七月初来讲 最热的应该就是这款新车的上司 对 那这个车性能有多好 操控有多精彩 我相信不用再多说 那现在呢 它不只引进先辈版本的ST 它连Wagon旅行车版本的ST也进来了 其实在六月份大家最为关注的 应该就是福特上市了全新大改款的KUGA 那究竟KUGA对于福特来说 这个品牌它的贡献到底有多少 还有它所有的挂牌数到底有多少呢 艾达 我现在要来接我开场的时候卖的那个关子 为什么HONDA一下冲到这么高 因为KUGA 因为KUGA你看它这个月挂了多少台 909 挂了909台 对 你知道平常CRV都挂几台 差不多千台对不对 对 然后KUGA大概四五百台 对千台嘛 所以你想想看我福特KUGA挂909台 我有没有能力上打CRV 这个去挑战国产SUV王者的宝座 有 所以当然HONDA也知道这个福特打这个算盘 所以你看它CRV狂冲 在这个月挂了1717台 那我再告诉你 这909台里面的组成结构是什么 624台是新的大改款KUGA 里面有285台是旧款的 是旧款 所以这个想要挑战CRV的王者宝座 KUGA还没有这么容易能够达标 再来最近这个国道上面又出了一个新闻 一台旧款的KUGA被人家追撞 然后翻车三圈 OK 没事 你知道那个护国A住啊 这个广告可真的是打对了 这真的是打对了 所以现在消费者一直抬头 知道我要好的产品 好的安全性 能够能够保障我生命才安全 才是最重要的一个车种 所以KUGA有没有机会挑战 Honda CRV王者宝座 有 但是真的难 因为马上CRV又要小改款 虽然可能改款幅度很差 再来我再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600多台的这个新款的KUGA 到底比例是什么 它的这个1.5T的车型 不管是什么时尚零旗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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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T的车型 卖了245台 对250的卖了245台 只有15台啊 是它这个Titanic版本的 230台都是ST Line 其实这个在还没上市之前 我就在福特厂区 看过这两款车 然后呢 当时我就跟福特内部的人讲 我说不要想那么多啦 一定是卖ST的 他说真的吗 这个这么贵 结果事实上证明现在销量出来是这样 他们自己接单状况也很清楚 所以做产品要问我们这些人 才有知道未来市场到买车人到底要买什么车啊 真的 除了我们看到刚才福特的表现之后 你会发现福特在近期从Focus上市之后 真的是势如破竹 加上了最近的KUGA上市之后 紧接着接下来 他们还有更大的动作就是 Focus的ST Wagon 没错 要进入这个市场了 那喜欢Wagon的朋友的话 我们面对整个市场上面的 直接经验对手 包括了 就是Shikoda的 Aktavia Ponby的RS 还有这个SUPARU的LeVogue 消费者要怎么选呢 郑杰 我觉得7月初来讲 最热的应该就是这款新车的上市 之前Focus ST大家都试过了 然后消费者也都在看嘛 对不对 这个车性能有多好 操控有多精彩 我相信不用再多说 大家都知道了 那现在呢 它不只引进先辈版本的ST 它连Wagon旅行车版本的ST也进来了 事实上是在 其实早在去年我们就知道 Focus应该会进旅行车 只是当初大家在猜的是说 可能是一般版本 也有可能是ST版本 不能说很可惜 应该说很庆幸的呢 是它进来的是ST 这对于台湾多数欧系旅行车性能迷来说 这个相对是大宗的人口来说 这车当然非常有魅力 魅力的点就在于 它基本上它的排气量啊 它的引擎 根本就是跟之前的ST的先辈 但还是一致的嘛 对对对 所以2.3的EcoBoost的引擎 7速的手制排变速箱啊 由此而来280匹 42.3公斤米 这个输出 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冠宜介绍的另外两个对手 一比下去你就知道 俗优俗列 是高出一截的 280匹跟268或245匹 那是真的是有感的动力 也因此呢 在这样子的结构下的话 这台车虽然它比先辈可能会重一点点 然后它车尾的重心 可能会往后一点点 但是它0到100还是有6秒 6秒就可以完成 而且我个人来讲的话 因为先辈车它真的很精准很利 但是如果你想要再多一点余裕的话 我觉得旅行车的配重 有可能我个人会更喜欢一些 加上它空间的优势嘛 对还有就是大家会买到大概100多万 对 这边有了 预售价已经出来143万 而且我们节目播出之后的隔天 这个车就要正式上市了 到时候 表示价格应该往下行 我也觉得搞不好139之类的嘛 对 它的价格真的太有优势 对 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以这个价钱 又是家庭买家 因为到这个买得起 这样的车通常也有点年纪了 旅行车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是 比较起来它的对手呢 在Octavia 比较吃贵的地方是 这个车子车代比较久了 所以它已经是算是偏前一个世代 我们在等的是它的下一代出来 我相信应该是非常的厉害的 不过因为它配上是六速自首牌 DSG嘛 所以它一样有6.7秒破百的实力 LeVogue呢 我们则也很熟悉嘛 但它也偏世代的莫及了 不过它比较可惜的是它是CVT 还好它有多世人驱动 所以它的0到100加速大概是6.6秒左右 但是那个就是被CVT所拖累 要不然它有268B 其实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车子 所以我觉得在台湾的市场里面 消费者不论喜欢什么车型 你都可以选择到 真的是还蛮幸福的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就是在台湾的市场当中 近期福斯以及福斯商旅 他们的表现也都相当的不错 6月份他们的表现如何呢 乃哥带大家来看看 其实福斯刚刚说到嘛 退出前五名了 对不对 这以品牌来说 我就说因为很简单 它的产品已经出现了一些危机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它常饭车型 你看它的销售数字就知道 好 有这个所谓的休旅车的得天下 好 所以休旅车没有问题 我们就让它peace过关 下那个在做促销 有打广告 所以这个数量有上升 跟这个上个月比是提升的 但是我们知道福斯在我印象中 就是一个我们要买进口车的时候的 第一个选择 对不对 因为它的价位合适 可是台湾现在市场多了一个表兄弟出来 所以它很多是血缘共用 然后价格又比它低 让它非常的尴尬 所以它在所有的车子竞争上 它要保持福斯原有的 应该有的精神 但是我们来看看 除了t-core是比较新之外 两个主力车型真的是有点旧了 而且改款在即 所以它的销售数字 你要怎么吹 很难 对不对 除非就像艾达说的 你是兵士的话 我要改款的时候 我一次给你下杀 一个很大有感的数字的话 那可能还有机会 但是呢 Golf已经做过了 其实说真的 它之前也已经做过一波了 所以这一个猛药不能一用再用 用了到最后还是没办法 所以它在等待什么 它在等待时机 当它这些车 新的车进来之后 我相信有可能会去反转 这一个现在情况 因为它的乘用车真的很可怜 但是我们看富士仓女 这些富士仓女 这两台是除了这个 我们都知道 还有T系列才是它们真正的那个 但是呢 这两款是成长比较多的是阿玛洛克 为什么阿玛洛克 其实在HILUX跟RANGEL的夹击之下 其实曾经我都觉得 它可能要退出台湾市场了 对 可是它的质感高啊 没错 如果开过这三台车都知道 它开起来最像房车 因为最舒适 隔音又好 但是没办法 它价格很高 所以它要属于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属于我对皮卡 然后有个高级皮卡享受的人 我才会去买这台车 所以什么时候出手 促销的时候出手 也是 对 所以离职